一块面料放在那里 是一个感觉 但是它做出来之后 好像这块面料 就是有了一种 新的生命的那种样子 我听到最高兴的话 就是穿过我的之后 就不愿意再去穿 别家的那种感觉了 我叫洛阳 今年25岁 是一个旗袍设计师 绿笛梅花 然后鼓励蕾丝 2.08 2.76 旗袍让我觉得 就是任何一个女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 能有机会去穿的 0.39 不在乎它胖瘦 只要它有一定的比率 然后同时呢 它还有一定的涵养 富有世俗气自滑的那种感觉 就让我觉得 它穿气泡 就会特别特别好看 我目前能够想到了一个 比较好的生活的话 就是说 能有一套带院子的房子 我能把我的狗 放院子里边养 我不想把气泡当作 挣钱的东西 就我还是想把这个东西 当作一个爱好 这个是梁友的合定本 是那种民国黄金十年时候 他跟着我讲的一些时尚生活 其中也能看到一些 当时的一些旗袍设计的 这样一种感觉 那个时候旗袍其实也是做 并有时代在变化 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审美 然后每个穿着者 他们有不同的需求 间歇性的会有一点那种 我一天到晚做这个 有什么意思 然后我到底要做这个干嘛 这些客人为什么这么难伺候 事为什么这么多 就很多事情都不想去面对 比较压抑 然后喝完酒之后 能够示茫一下 几家的一些优点 我觉得我都是在学习 然后在唏嘘 将他们能够尽可能好地 融合在一起 用一块面料做了一个基调之后 我们就考虑它的细节 比如说包边的颜色 然后扣头的选材 然后同时我也加入一些 就从三十年代开始 海派西方他们进行了 一个立体剪裁 我觉得就还是 尽可能多地去设立一些东西 然后沉淀下来 然后最终后继薄发出来 就会对自己有影响 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 但是长久看来的话 就人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这种状态 任何服装 将它捧上神盘 摆进服务馆 对于一个服装来说 我们只是在纪念它 像是在给它 竖一个杯一样 而只有穿上它 然后把它带进自己的生活里 它才是能够 长久地走下去的 但是这种状态 是不是有限度 没有还要能够 我们也做到